反黑箱 21號表決車輪戰 民進黨團人人頭綁白布條 放聲大喊 國會已死 國民黨男立委 則是清晨集結 手拉手全副武裝 七點整 一場沒一開 藍綠立委手刀加速往前 國民黨立委 林沛祥立刻卡位 眼看民進黨女立委們卡關 身穿靈活胖子衣的蔡逸 一個Move抱起 林沛祥怒摔 讓黨內同志順利通行 進到議場 來因死守主席臺 一字繩子統統拉好 不過朝野從強攻武打 戰術悄悄改變 立委出招 主張程序正義 記名表決要求休息協商 還提出多人發言 重複表決 以及暫會動議 不過藍白聯手 速度舉手表決 以人數優勢碾壓 舉手的才是舉手 因在場人數並沒有明顯不足 我們就不再輕點 民進黨立委林楚音臉書貼出 十七號藍白幽靈投票證據 在場人數一百零八人 卻投出一百一十票 痛批若不輕點人數 就是明目張膽做票 尤其藍尾陳雪生 在二十八條之三法案第一次表決 滑手機滑到忘我 還被算在內 舉手表決亂象多 韓院長卻堅持附和藍白黨團 若跳過審查 硬是讓擴權法案闖關 恐重傷臺灣民主 三雄李維廷 陳靜姐 我明星小組 台北報導